蛋殼變得很軟 沒辦法孵化 其實這也是一個頂身 你只要有污染 鳥的蛋都沒辦法孵化 你想想看你天天吃下那麼多農藥 你自己的身體 我們的器官承受多大的壓力 你看我們這個鳥蛋 所以後來有些鳥都滅絕了 因為沒辦法孵化 那時候認為 只要把這些昆蟲殺滅 就是對環境是一個好處 但是事實上 它就有很多副作用 我們現在看食物的污染 我們天天都要吃東西 那我們在城市地區的人們 所吃的東西 都不是自己家裡生產 以前農業社會 可能是自己種的 自己種的什麼 自己種的一些 自己種的一些蔬菜 還有食物 但是你現在都不買 例如說中南部 他也是買中南部 運上來的這些 食物和蔬菜 我們要從這個食材 食物 風調呢 它也會影響 這些大家都心裡有 有一定的底 大家知道現在的食物呢 你吃東西呢 為什麼現在這個 動漫音化啊 心臟病 中風 癌症這麼多 首先你看 小麥呢 你去雜貨店買小麥 那個麵粉 麵粉是小麥做的 麵粉磨洗了以後就變 小麥磨洗了以後就變麵粉 那這個麵粉呢 很多人就要買那個比較白的麵粉 但是很 但是有時候呢 這個麵粉 它是有加漂白劑的 所以你有看到有些麵粉 麥頭特別白 你以為那是品質好嗎 這也不一定 不一定啊 所以呢 大陸有一句笑話說 人靠衣山 哪靠安 麥頭也能巧裝扮 所以呢 麥頭呢 好 例如說現在 黑糖麥頭 你以為它真的是加黑糖 你說我這個麥頭是黑糖嗎 它是加黑糖色素 焦糖色素下來 所以它各種色素 它各種 各種的那種添加劑 這個 為什麼說這個麥頭 因為它是 以前是天天在做天天在吃 現在為了要商業的利益 為了要有競爭性 所以它也添加了一些東西 好 例如說我們現在講的 精英改造食物 精英改造食物其實呢 我們還是會有點害怕 為什麼呢 因為你想想看 我們大自然有很多東西 是不可以吃的 因為它是有毒的 有毒的東西呢 它都存在大自然裡面 那如果我們人為的 把基因改造了 那會不會它變成的 產生的它裡面的東西 是不是有些更毒 或者人體 沒辦法去辨識 或者去分解的東西 會跑出來呢 所以呢 現在新進國家事實上 它是禁止 那個精英改造食物 那只有全世界 只有五個國家 包括中國大陸 它是可以比起 精英改造食物 給人民使用 還有 噴灑農藥這個最可怕 那 其實噴灑農藥呢 以前 我們農業社會是沒有什麼農藥的 但是這噴灑農藥最嚴重的是在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為了要讓這個大量生產 所以呢 各種 各種的東西 好 例如說蔬菜的十字花喝 一定要噴灑農藥 像花椰菜啊 或者是那個 還有像這個芋頭啦 像譬如說 我到那個苗栗相當看 它們種的都芋頭 那芋頭呢 那邊當地的居民都不敢去喝地下水 他們都要到外縣市去買水來喝 為什麼 因為當地種芋頭 所以不能喝當地的這個地下水 好 這個 我們知道這個 現在素食店他們所用的肌肉 都是二紅抗生素 生長期這樣移味上來 所以從雞蛋孵出來到宰殺 四十五天呢 他就到市場去了 所以他這個充滿了抗生素 還有二紅的這個肌肉 食材的污染 好 所以農於木呢 各種各樣 農藥化肥啊 抗生素啊 都很多啊 所以這個 這個還有人專門 他的工作就是噴成藥藥 所以 所以這個 這也是這種污染 好 例如說 我們這個 還有很多啦 例如說我們看到這張圖 這個魚呢 已經腐敗了 但是我們要讓它看起來像新鮮的 黃剛殺出來的這個肉呢 你就給它灌一氧化碳 好 這樣看起來呢 就非常漂亮 這個很多 有病死豬啦 還有魚肉灌氣呢 這也在沖 有時候在市面上 你也不得不拔 好 食材污染 這瘦肉精呢 這瘦肉精是 但是 我們現在最頭痛就是美國 他想要把他的 那個牛肉 把他進口到台灣進來 那我們台灣的理由是什麼呢 就是說WHO仲裁呢 為了貿易公平 你要把那個肉進來 但是WHO仲裁裡面 有沒有包括 道德的一個衡量標準 沒有 為什麼 因為我美國 美國人民我尊需你 吃這個 很有受益的這個肉 所以呢 為了貿易公平 所以你其他國家也必須接受 我這一套標準 但是美國他為什麼 要讓你的瘦肉精 食物能夠讓你使用呢 他們是有強大的遊說團體 第一團體在 在那邊遊說 在那邊操縱 所以呢 現在很多 所謂的 這個貿易 還有這個 這個 這我們吃的食物跟貿易有關係 那事實上呢 他只考慮到這個貿易 利益 經濟 商業利益上的 一個厲害 並沒有 並 這個食物 並不是真正從人民的 健康的這個 著眼點去出發 所以這也是這樣可怕 還有一些食材的污染 例如說台灣鵝肉 查出這個 西帕克爾蒙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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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瘦肉精是 它的毒性呢 是賠離了七倍 所以這個 所以它這個 所以它這個吃起來為什麼 鵝肉呢 也是會很擔心 就是這樣 還有很多重金屬 防腐劑 環境荷爾蒙 這個 尤其是中國大陸 它經濟發展以後 它的環境忽然 非常的嚴重 所以你那些 所謂的黑心食品 為什麼中國大陸特別多 因為他們那邊 就是 為了要得到 商業的利益呢 不擇手段 就是 人心敗壞的後果 還有農 農藥化肥沙草劑 這個 這個事實上 我剛才講的 就是二十四季大戰之後 大量使用 我們在人類 在最近的六七十年呢 我們就幾乎 否定了過去幾千年的 一種農工的方式 所以我們要在科技文明 還有 怎麼樣 達到一種自然狀態呢 達到一個平衡 我們現在人呢 不要只要 覺得呢 只要一切靠地靠攏 他為什麼 他那個 例如說 我們天天吃的豆腐好了 豆腐他為了降低黃豆的成本 我們台灣也是啊 那你要用機器去採收 機器採收的時候 會收進很多雜草 還有髒東西 這時候怎麼辦 你必須先撒除草劑 除草劑 除草劑撒完之後 等到生下黃豆 一顆一顆 一粒一粒的黃豆在那邊 然後機器再過去 採收黃豆 那你這採收過程中 黃豆不就被除草劑污染了嗎 所以我們吃的豆腐不就 吃進了許多除草劑進去 所以我們人類 所以呢為什麼呢 因為他人力成本最高 他為了要節省人力成本 所以他寧願用了很多這些東西 而且呢他所謂農耕呢 他們要種什麼東西 所以就要達到這種地步 順潮不生 順潮不生 所以把農業 現在農業把人力自在的環境 那份純美的感覺呢 都破壞掉了 所以這是我們值得深思的一個地方 這也是為什麼造成現代人 疑難雜病 這麼多的原因之一 還有現在講到食物的變異 例如說你知道 你們知道這個氫化植物油的東西 氫化植物油是 防止那個植物油變壞 所以他用工業的氫化手段 去把讓那個油不要壞 所以呢很多東西呢 都被氫化植物油所代替 例如說你現在吃的奶酥麵包 你現在幾家麵包店 他做的奶酥麵包是豬油去做的 製造奶酥傳統的方式是豬油 去好好的 去給它弄香以後 做成奶酥 而且它會腐敗 一定要放在冰箱裡面 那現在奶酥呢 黃黃的味道也很好 然後呢 一切都看起來跟 跟真的一樣 但是問題它是氫化植物油 氫化植物油特點就是不會腐敗 它可以放很久 像魯馬鈴啊 還有什麼 還有那個 還有很多很多像煉乳之類的 它放了糖呢 它放了那些油呢 通通都是氫化植物油 還有我們現在去餐廳吃飯 你幾家還是用茶葉泡的 這些飲料給你喝的 好 雖然前一陣子 起雲季 那個中毒事件 炒得背背癢癢 但是現在還是一樣 大家為了節省成本 你現在喝的水 不過就是糖水加澀水 好 麵條呢 我們古法麵條 中國人吃麵已經幾千年了 而且中國人跟麵的保存呢 也有它一套不套的學問 古道的學問 但是呢 你現在人 你不按照古法去做麵條的話 也很容易 你就放下一些防腐劑 防腐劑當然大大小小 各種不同的防腐劑都有 從那個什麼粉夾 惡青酸辣 一直到 什麼惡氧化硫 什麼都有 好 你說麵包呢 知道一大堆 其實麵包呢 以前古代的歐洲麵包 它是沒有加任何這些東西的 它也沒有這些東西 那現在人為了口感 為了要 它的競爭性來自於客人 他覺得這個麵包又軟又好吃 所以它加了很多東西 還有說乳酪也是一樣 你現在到超級市場買乳酪 有時候他就直接跟你講 我放了一點抗生素 但是是符合標準的 這個抗生素呢 就帶一個天然的煤化燈 還有這個食品添加劑更多 所以那個 我們這個是一個科學症 就是說食品添加劑很多的話呢 兒童吃了以後 他的注意力會不集中 而且會產生過動症 心情比較煩躁 小孩子呢 比較不能專心 然後專門喜歡看暴力 如果我用如果在露仇 比較那種 比較不群色 比方外